欧汉神在8月4号上午 金船和老婆郑宇灿已经办完离婚手续 结束六年婚姻 自疫情爆发以来 欧帝常常在社群平台上分享育儿日常 看似家庭和乐融融 其实早就有网友眼尖的发现蛛丝马鸡 6月4号 欧汉神在脸书发了一张自拍照 写下好累两个字 照片中的欧帝脸颊杀瘦眼神空洞 对比之前圆圆的脸蛋搭配招牌笑容 映现状态不对劲 就有网友怀疑是不是带孩子太累了 如今对比声明 当时的欧汉神很有可能正在面临着 离婚和独自抚养孩子的双重压力 本来在北京工作嘛 那一段其实对我们来说蛮辛苦 我们那个还有第一个小孩 然后那个时候他在北京 因为没有人照顾他 然后他在准备要搬来搬去 要搬来台湾 然后那个第一个小孩就掉了这样子 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 我很崩溃很崩溃 然后我觉得很对不起他这样子 所以我当下就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决定停止我所有的工作 然后让他好好安顿在台北这样子 以前很夸张哦 我刚到台湾刚结婚那个时候 我到那个家里 我打开冰箱是空的 对我家什么都没有 生活痕迹都没有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哦我有家了耶 对啊乱乱的家这样 好温暖的家 超乱的 当年郑云灿为爱从大陆远家来台 还因此流窜了 欧帝也毅然决然停掉所有工作 专心陪伴老婆 回顾去年欧帝还很兴奋的 在脸书纪念第一次和老婆一起上节目 胡莫还配上一颗爱心 如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但欧汉春也强调 恨前妻还是一辈子的家人 希望可以当一个给孩子很多爱的爸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